1970年代为开发的台北东区 有间风靡一时的爱迪亚餐厅 不少年轻人用音乐创作追求梦想 孕育出许多大人物 音乐制作人王志平就曾是餐厅助唱歌手 我觉得做音乐在我那个时候 学生时代我觉得大概 就是我这一生中真的是最开心的时候 砖山高山的时候 所以大概有三年的时间 当时压抑的社会氛围 很多主题都是禁忌 歌手们坚持表演的精神 50年来始终如一 我觉得爱迪亚印象最深刻 真的就是当时的那个整个的气氛 很多东西都是要被检视过以后 才能够放开给大众 它是一个可以去抒发情感 或者是去制造梦想的一个地方 你想隔了这么多年 将近40年 这些人还可以聚在一起 这些歌曲也串起了很多人 在那个当时是他们的黄金回忆 10月即将登场的演出 以经典歌曲结合戏剧形式 重现当年音乐魅力 TVBS新闻综合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10月份